以你的掌聲 Hello 弟姐妹聽到嗎? 聽不清楚嗎? 聽清楚是不是? 嘩,我記得我上次來分享神的話語的時間 是網上直播 今天看到大家一個這麼美麗的面巷 和大家一起這麼親近的敬拜 是非常之好 你喜不喜歡和你旁邊的一齊親近嗎? 喜不喜歡和你旁邊的一齊敬拜嗎? 喜不喜歡和你旁邊的一齊敬拜嗎? 有時網上真的崇拜的時候 崇拜得久了 你會想念旁邊的一齊敬拜的 就算他走音 你也會很掛念他的走音 對嗎? 認不認同嗎? 和你旁邊的那個 其實我很喜歡和你一起敬拜 OK 不要緊了 我和大家有個距離 這樣會好些 大家覺得 Henry 你可不可以幫我彈琴嗎? Henry 你可不可以幫我彈些背景音樂 我想借大家一點掌聲 去多謝每一個弟兄姊妹 今天來到中間去到經歷神 可不可以給你厲害的掌聲 你旁邊的弟兄姊妹 因為每一次你的參與是非常之重要 神的同在是在乎於一班弟兄姊妹 去將神的榮耀高舉 而且這班人是什麼人? 是彼此相愛的人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人愛從神來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人愛從神來 第一支舞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指嗎? 今早做運動了嗎? 先做手指運動 好嗎?很簡單 一句很簡單的歌詞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因為愛從神來 很簡單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人愛從神來 弟兄姊妹彼此相愛 是否自己愛自己 不是 所以你找旁邊的弟兄姊妹 一人一隻手指 一人一隻手指 Raymond 過來和我一起 好嗎? 好嗎? 我們要確定 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要有人愛 可以嗎? 有沒有人沒有人愛 沒有的 每一個都有人愛 可以多給我一點嗎? 好嗎? 很簡單 同一個動作 但我們要配合 好嗎? 這邊我們走後一點 希望三邊都看到我們 不要緊 好 預備 預備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人愛從神來 陳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 人愛從神來 我們又再轉另一個弟兄姊妹 因為回到教會 沒有可能只愛一個人 可以嗎? 剛才我看到那邊年青人 已經很高階了 就是一次過愛三四個了 好嗎? 所以這邊的弟兄姊妹都要 我們找一個人 找轉一個人 Raymond不能走 你要跟我繼續做Partner OK? 但我們起碼要轉一轉 前前後後都好 OK? 或者如果你覺得你是年輕的 你可以換到位子 你找一個人去跟他一起做 大家是不是已經穩定了 我要確保每一個人都要有人愛 可以嗎? Hallelujah 感謝主 預備 OK 準備 準備 預備 1 2 3 1 2 3 1 4 2 4 1 4 2 4 2 4 每一個都要動的 準備好了嗎 1、2、1、2、3 給點掌聲愛你的 弟兄姊妹 多謝Raymond 謝謝 哈利路呀 是不是很好啊 彼此相愛是否一件很好的事 弟兄姊妹真的 因為耶穌在主中成為一家人 這個一家人不是面左左 而是我們每次回到神的家裡 我們可以一起敬拜 回到神的家裡 我們可以學習彼此相愛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但先回黃牧師的介紹 大家都知道我來自屯門 其實很少出來中環 所以我今天搭乘了一班車來 我在留意大家 我發現大家的關係很緊密 一回來 又會大家去分享 大家會聊天 甚至乎有些弟兄姊妹的祈禱 我更加要代表屯門新生命堂 去多謝弟兄姊妹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愛 我們屯門的弟兄姊妹 以至你們的討告 或者是你們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一樣的 在神的家裡 我們都一樣收到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訊息 非常之簡單 這個訊息是說什麼 我們跟阿伯拉罕的距離 在加拉泰書三章七節這樣說 所以你們知道有信心的人 才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其實在其他的經文裡面 講得更加清楚 是因為我們屬服於耶穌基督 加拉泰書三章二十九節 你們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人 弟兄姊妹 讓我們在訊息分享之前 一起祈禱好嗎 趁阿伯天父給我們 有福氣 成為你的兒女 收納我們在你的家 你的教會裡面 讓我們學習彼此相愛 讓我們成為神家裡面的人 讓我們感受愛 不單是人的愛 也感受神你的愛 讓我們在基督裡面 我們也領受阿伯拉罕的福 承受這份福氣的產業 今天我們要藉著這個訊息 我們要問 究竟我們跟阿伯拉罕之間的距離有多少 求主你去教導我們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的名字一起說 Amen 當我們講到阿伯拉罕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明白一件事 我們很常都會想 阿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 基本上一講的時候 阿伯拉罕這個信心 這個金七招牌 就出來了 因為我們可能會讀過他很多的故事 可能我們會知道 根據希伯來書 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他離鄉別井 神叫他走 他就跟著走 或者是 他獻以撒這件事很厲害 當我們想到阿伯拉罕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 哇 我們真的拍馬都追不上 如果潮的說 基本上 我們跟他一起賽車 我們連他的車尾燈都看不到 我想問一個問題 大家有多少人 雖然我們說 我們是阿伯拉罕的後裔子孫 有多少人 你覺得你跟阿伯拉罕都很近 請你舉手 我覺得我也有這樣的信心 請你舉手 我看到只有阿伯拉罕的信心 我看到只有阿伯拉罕的信心 他兩隻手 那隻手應該是代表阿伯拉罕的 不是每個人 會場裡只有阿伯拉罕和阿伯拉罕的信心 第一姐妹 請你放心 如果 我今天講完篇道 你離開的時候 你覺得憂憂愁愁的 請你來找我 我請你吃飯 請你吃飯 然後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令你信心叛倒 但是我保證一件事 你離開了這個門口之後 神的話語會鼓勵你的生命 你相信 你自己 都能夠領受這份信心 創世紀的十二章一到三節 耶穆說對阿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使你的命為大 你要使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們要賜福給他 祝祝你的我必就祝祝他 地上的萬族都因你得福 阿伯拉罕的事跡 從創世紀的十二章開始 一直到二十幾章 基本上他一出場 他的人生已經差不多到達最高峰的位 他最高峰的位是甚麼 就是走 就是離開 其實走不是一個大問題 離開之後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是去哪裡 我走去哪裡 我走去哪裡才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大家散了會之後問大家 大家走去哪裡 去哪裡吃飯 大家可能已經掙扎半個小時 有多少人很認同 完了聚會之後去哪裡好 好像下午又沒有工作 又去哪裡好 去哪裡吃飯好 掙扎半個小時 今時今日的香港 再一次進入了一個移民潮裡面 很多人都叫走 是嗎 如果你想走 你不要告訴我 找你的牧師跟他說 但很多人說想走 走去哪裡 哪裡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阿伯拉罕走的時候 其實可能他也沒有甚麼目的地 但他只知道一件事 神要他走 這個走是一件很大的決定 每一次的搬家 每一次的離開 就是他要放下他的過去 過去可能是他的產業 過去可能是他在那個地方的明星 輝煌的成就 他自己的職業 他也是擺上了他的現在 甚至乎他壓上了他的未來 他一生去回應神 去領受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神說 你要離開了 去領受一個甚麼的應許 大國的應許 等於我試一下和大家去想想 不知道大家讀聖經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是阿伯拉罕的朋友 你在聽到阿伯拉罕說要走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朋友會有甚麼反應 我嘗試 不是在聖經裡面記住 我嘗試做一些簡單的roll play 給大家看看 阿伯拉罕就跟朋友說 喂 朋友 我接下來要搬 然後他的朋友就說 蛤 這麼突然 你搬去哪 阿伯拉罕還說 不知道阿 耶和華會帶你我的 然後他的朋友就皺一皺眉頭 蛤 神叫你去做甚麼 帶你去哪 阿伯拉罕就說 他說要祝福我成為大國 令到我的名為大 萬族 都要因我得福 接著朋友就在那裡搞笑 大哥 你不要玩 你用不著去到外地才明星大 你在本族 其實你的名字已經響當當 阿伯拉罕就說 是嗎 真的嗎 我的名字真的響當當嗎 他的朋友就說 當然啦 你的名字全都出名 你的名字沒有子生 全村都知道你沒有子生 你現實一點 無兒無女 你怎樣做大國 先不要想 你去到那裡做甚麼 那你這裡的家產怎樣 你哥哥就死了 你另外那個哥哥就留下了在吳義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走了 那你爸爸的家業怎樣承擔 你在這裏就得福 明星都不錯 放著放著 通常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喂 阿嫂知不知道 通常帶女人出來 喂 你老婆知不知道 她行不行 是不是真的走 而且你走還走 改甚麼名字 改一個多國的父 多國的母 你是否恨子恨上老呢 這個時候你的名字 真是全片全地了 不過是臭名遠播而已 弟姐妹 這個是故事由我虛構出來 不過很多時候真的 當我們跟別人說 哇 我在神裡面領受了些甚麼 要做些甚麼的時候 可能你的朋友啊 你的家人 甚至乎弟兄姊妹 都會問一個問題 真不真的啊 說笑而已 是吧 聖經沒有特別交代 不過我們很肯定一件事 阿巴拉罕 就決定說走 就真的走 甚至乎帶了家裡唯一的繼承人 離開 那個人叫做羅德 阿巴拉罕文明於世的重要事件 這件事其實也反映了他的信心 大家都認為 哇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信心 神叫他走 他說好 那就走 好像不用想任何事情 這樣走 這個走 其實是令到別人很不明白 也很不合乎邏輯 但是他就是這樣去決定回應神 弟姐妹 如果我今天的信息 只是停留在這個地方 鼓勵你 神叫你做就做 這份跳躍式的信心的話 我想大家這一刻 應該會不想再聽我說下去了 是吧 因為怎麼做呢 你叫我神啊 你叫我做這些 我做不行的 搞不行的 你會覺得你自己 所以我硬要鼓勵大家 要像阿巴拉罕那樣 擁有一個大的信心 跳躍的信心 是不可能的 不過聖經最獨特 最令我們感動之處 就是聖經不只是寫成功的例子 聖經裡面有很多很多無窮無盡的失敗的例子 記載了人性 記載了掙扎 也記載了罪 所以我今天的信息 是更加想強調 阿巴拉罕其實也有軟弱的 跟你旁邊說 蛤?阿巴拉罕有軟弱的? 阿巴拉罕有軟弱的 阿巴拉罕也有他的軟弱 所以我今天要從後裔這件事件裡面 我們一起看看阿巴拉罕的信心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信心 個人認為阿巴拉罕是不會因為離開而感到憂心的 第一,阿巴拉罕很有錢 基本上他去哪裡都沒什麼問題 第二,你想想想現代 其實很多背包旅行者 揹個袋子就離開了 其實根本上走 神叫他走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大難度 我相信不是一個大難度 但最大的難度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就是兒子 搞了這麼久 成為大國這個大挑戰 我現在兒子也沒有一個 你要記住那個時間他已經是七十幾歲 他老婆也六十幾歲 他出了名是無後夫婦 不是無犯 是無後代的 弟兄姊妹 《創世記》那裡說什麼? 殺來不生辱,沒有而止 我們花一些時間去想想大國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阿巴拉罕好像真的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這麼大的信心 甚至乎我們一直看他的故事 好像有些雷聲大,雨點小的一樣 雖然跟我們看之前的大信心有些不同 但我們也會看得到 在他的故事裡面 其實阿巴拉罕有一種信心 叫漸進式的信心 我們回頭 開頭我們的講題 我們究竟跟阿巴拉罕有多遠的距離呢? 阿巴拉罕是有個信心 不過他也會按著他的常理去行動 12節和12章的4到5節那裡說 阿巴拉罕遵召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羅德剛才我說的是他的侄子 也是他家族唯一的繼承人 也一起去 阿巴拉離開哈蘭的時候是75歲 阿巴拉帶著他的妻子薩來和他的侄兒羅德 既然母子是一個事實 神又叫他做大國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概念呢? 神沒有很清楚告訴阿巴拉 究竟是要怎樣做 所以他唯有在這個時候 就按著一些叫做經驗 或者按著一些所謂的常理去做 如果根據《文數記》一些記載 或者是看回 其實如果你自己沒有後裔的話 你的產業將會由一個最近你的親戚 去到繼承的 所以我們就會明白一件事 阿巴拉罕你走就走 為什麼要帶羅德走? 大家可能會在這個時候發現 原來羅德走 其中一個目標就是阿巴拉罕想 我都生不了了 那不如就找我的侄子去繼承 那就合情合理 那他有得生 那大國這個應許就成功了 如果在這個時候這樣說 其實他有沒有做錯? 阿巴拉罕也好像沒有問題 神沒有說怎樣做 那他就用正常的想法去想想這件事 說不定神都會透過羅德這個人 繼續去延續 不過呢 很有趣 神好像是一種慢慢告訴你 去到十三章的時候 有錢人比較有趣 阿巴拉罕和羅德 就因為太多錢 就開始牧人 就在那裡爭執了 爭地 又搞那樣 阿巴拉罕就不想他們自家人 在那裡爭吵 阿巴拉罕就跟他們說不如這樣 我們分地了 我們不要爭來爭去 我們都是自己人 他們會站在 他們會看著東邊 然後就問他的侄子 左邊 或者右邊 如果你看著東邊 左邊和右邊 即是哪邊 南部和北部 意思是你看著東邊 他的左邊和右邊 就是南部和北部 南部和北部 仍然是在一個範圍裡面 就是嘉南地的範圍裡面 即是說如果羅德選擇 南邊和北邊 仍然是一個應許範圍裡面 不過大家都知道 羅德他怎麼選擇 羅德他看著一個地方 哇 那個地方不錯 我向東邊走 東邊在哪裡 鎖多馬 從這件事裡面看 神好像在告訴阿巴拉罕 我想聽 似乎羅德不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亦都不是神的心意 創世紀十五章二到四節 接著繼續說 阿巴拉就說了 主耶和華說 我說沒有兒子 你能賜我什麼呢 承受我家業的大馬事隔 以利以謝 阿巴拉又說 看啊你沒有給我後裔 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承繼我 看啊耶和華的說又臨到卡 這人不會承繼你 你本身所生的才會承繼你 既然羅德這個計劃A 不可以的時候 那阿巴拉罕就自然會有計劃B 但兄姐妹 你的計劃裡面 當你做人生計劃裡面 當第一個計劃不成功的時候 你會不會放屁不做的 還是你會有計劃B的請舉手 很多時候有計劃B 其他人有沒有計劃B 會有計劃的 大家都會有計劃的 阿巴拉罕同樣都有計劃 所以他就跟神說 神既然你給我母子生 那我家裡的僕人繼承就算了 那個叫做以利以謝 又真的 有些文獻找到出來 原來你母子的時候 你可以找近身的僕人 收他做養子去繼承你的部分 所以阿巴拉罕在這個位 他仍然是用一些古代 他們最常做的方法 用一些常理去走在神的意象裡面 不過這段經文 剛剛我們在讀這段經文 神似乎又要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給他聽 不是羅德 不是你的侄子 不是你近親的家族 也不是你的樣子 不是你家中的僕人 是我們一起讀那段號碼 是你自己生的才算數 哇 是不是所有如意算盤被神打亂了 我本身不能生的 那我就用其他方法解決 你說不行 我們的生命裡面 其實都是在面對這些掙扎和挑戰 對不對 按照常理我們去找工作 會啊 大家不會等神扔一份工作給你 我們一定是按照常理去找工作 當我們以為一切順利的時候 咦?為什麼這份工作沒有了? 我們按照常理會找另一半 選擇我們想讀的書 選擇我們想做的東西 終於用自己的方法 認識到一個很愛主的基督徒 的異性了 但是為什麼 最後我們走不到終點 即使我們充滿信心 好像阿伯拉罕那樣 可以啦 成為大哥這件事搞定 我自己有我們的計劃 我們自己安排 都做到神的事 可以了 但是你發覺很多時候 卡住了 為什麼呢 我分享一個個人的經歷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我的大女兒去選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作為父母 第一胎通常都會緊張些 特別去選學校的時間 對不對 我們去幫她選幼稚園 我們選了 我們報名就報了12間 但是報12間原來沒用的 鄧英姊妹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她們面試的時間是很接近的 其實我最後只去到6間面試 哇 都很厲害 12間都去到6間面試 選了 篩選了一些我不喜歡的 或者是怎樣 我選了6間去面試 安住常理 對不起 補充一點 我和太太 希望是Happy School 希望這間學校是基督教信仰 是給我女兒 是有一個信仰的氛圍 給我女兒在裡面 學習品格 學習情緒 很多Happy School 都是會這樣 不是一間很扯的學校 但是按常理 你會選什麼學校呢 你會搜尋一下 區裏面一些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幼稚園 即是基督教的幼稚園 哇 那我真的報名了 我很記得的 我那時還很肯定 我們 她有兩天時間報名 兩天時間就慢慢排隊 怎料在那些群組裡 那些媽媽群組 突然說 那裡排隊了 排到去哪兒 門口了 我心裡那麼緊張 不是吧 那會不會排不到我女兒 明明想第二天才去交表 第一天就去交表 即是很緊張 即是第一胎的父母 通常都是這樣 第二胎就懶你 即是不知道第一兄姊妹 就是這樣 按著常理 我就選了一間有名氣的幼稚園 我覺得很順利 因為我女兒在討論的時候 是最好精神的時候 早上 然後跟老師問答問題 全部都答到 甚至乎老師都說 小朋友 我們九月見了 那你從你的角度裡看 是不是一定收 是不是一定收 你這樣說 九月見了 老師interview 你的老師跟你說 九月見了 怎料我們收到封信 不獲取錄 所有東西你按著常理 幫她報最好的學校 這間學校也是基督教的 又是很著重品格的 喂 神啊不是這間嗎 真的不是 其實我們同一天 interview了第二間 那間學校 我們本來打算不去 因為我女兒下午很睏 你知道小朋友 去到下午就想睡覺 鬧了 然後我老婆就跟我說 去吧 多個機會也好 那我就想 也好去吧 因為這間學校也很好的 那就去吧 怎料跟我預計一樣 因為太睏了 就跟小朋友玩 就推跌人 那些 狀態是非常之差的 我們都想著 不行了 怎料最後獲取錄 可不可以給耶穌掌聲 有時神的事情都很奇怪 但是問題是 我想表達一件事 第二間學校 第二間學校 為什麼我覺得是神 親自應許我們呢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女兒去學芭蕾舞 在K1的時候 她突然有一天哭著 就說我不想學芭蕾舞 我說什麼事啊 你知道小朋友說 就不太能表達自己 總之她就不想 去到一個位置 甚至乎想哭 於是我就跟主任說 說了這件事之後 主任就看到我女兒哭哭的 就抱著我女兒 帶了進學校 就是小小哭 帶了進學校 之後放學的時候 我女兒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爸爸我要繼續學芭蕾舞 為什麼呢 我問老師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老師很有耐心地坐在旁邊 跟她聊天 她說你不想學芭蕾舞 不如你在旁邊看 你在旁邊看 那些人怎麼跳 這個老師很有愛心 她是一個基督徒 聽完我女兒的情緒 跟她回應她的情緒 等於知道 這是我們起初的祈禱 一家人懂得 教我女兒怎麼表達情緒 教我女兒怎麼學習品格 一些很有愛心的老師 而且是基督徒的 當第一個計劃 計劃A 我們自己計劃的時候 神關了門 但你要記住一件事 神會很清楚告訴你 有第二個計劃 有第二個計劃 會幫助你 所以生信心 弟兄姊妹 信心其實是可以按住 生活的常理的 要不然我們怎麼吃飯 你不找工作 難道上帝給你錢 不會 我們一定會按著常理 我們繼續去做一些事情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捉住神的應許 慢慢走 看看神有沒有新的啟示給你 我們這一刻不明白 但我們先做著 慢慢看看神有沒有 更深更高的計劃幫助你 就像我女兒一樣 我們以為去這間學校是好的 但神說這間學校更好 我女兒在這間學校畢業的時候 她去做一個drama 她是主角來的 她是主角來的 全校都給她掌聲 為什麼 就是因為她的信心 從那一刻老師慢慢栽培她們 整間學校不是只有我女兒 是這樣的 是全部同學 包括那些很頑皮的小朋友 所有的學生 去到畢業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可不可以給一大掌聲 主耶穌帶領我的女兒 好嗎 同樣地我都鼓勵你的生命 都是這樣的 我們慢慢走好嗎 慢慢走 我們的信心可以按著常理 但可以慢慢走 第二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阿伯拉罕 她有大信心 不過她同一時間 她都會 對不起 飛得太遠 她同一時間 她都有自己的計劃 十六章 第二和十五節 就這樣說 你本身所生的計成你 那跟婢女生 都是進入你的數 對不對 對 在當時的環境年代 找第二個生的 都是計她 等於亞國 亞國全部都不會 只是她兩個老婆生的 都有些妾事 所以32個都是計到亞國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計劃裡面 又好像對 又好像很OK 阿伯拉罕也都在這件事上 聽了她老婆說 這個計劃很完美 因為她都沒有指明哪一個是媽媽 她只是指明哪一個是爸爸 從阿伯拉罕生 所以在這件事上可以的 但是這件事 如果這麼簡單 這麼圓滿的話 就完了 事情也都沒有這麼順利 陰公 有理說不清的家庭糾紛 作為一個女人 怎能跟別人分享老公 對不對 最終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大婆成功的 搞定了妾事 還是什麼原因 總之整件事就是大婆贏了 將下甲趕走了 慘不慘 明明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成為大國英海 最後變成一件家庭的慘劇 搞到要走了 在曠野裡面 神的使者就見到下甲 也都答應下甲 你的後裔 同樣地 exactly一模一樣 說句話就是 都是極其繁多 多不勝數 這個就是exactly上帝 上帝去最初給阿伯拉罕的應許 於是 下甲最後說什麼 是回去屈服在主母手下 那孩子要叫做 以實馬尼 咦 好像又有些峰迴路轉 咦 是不是和諧 大家大和解 跟著神的應許 按著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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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走下去 十六章十節 對不起 後來下甲回去 阿伯拉罕幫他改名 叫做以實馬尼 明顯地 阿伯拉罕有聽過下甲 這個故事 遇見使者這個故事 並且把他改名 叫做以實馬尼 在這個峰迴路轉的劇情 薩拉建議成為大國這件事 好像出現了一些新機 又好像回到起點 然後藉著下甲回來 又好像有些新機 高高低低 但無論如何都好 你會發覺整件事 在推進 在推進 究竟 最終是否真的 最終是否真的 以實馬尼 要承繼這件事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很肯定 一件事就是 阿伯拉罕在這件事上 和他老婆 是有計劃的 無論這件事 在這一刻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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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又好像在推進 再分享一個見證 大家要不要聽見證 大家要不要聽經歷 我十四歲就信耶穌 我記得我信耶穌的第一天 我回到這間教會 敬拜很酷 因為我沒有回過教會 教會的人打鼓 我以前回到的教會是彈琴的 全部都是彈琴 但我也覺得很經歷神 我小時候已經經歷神 但我真的信主 真的回到我第一間教會 當時回去敬拜 為何要敬拜 這麼厲害 人們都打鼓 很厲害 人們都說了謊言 我當時錯信 也不知道是甚麼叫謊言 但我覺得很感動 聖靈感動我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位置 聽著牧師說 我就很強烈感動 有一天 我也要成為傳道人 哇 多厲害 回到教會第一天 坐在下面敬拜 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就說要做傳道人 總之 我就很努力向著這個方向進發 14歲做不到傳道人 對不對 因為還沒讀完書 我就很努力讀書 OK 無論之後一個經歷也好 讀得好還是不好 總之我也繼續讀 讀得不好 然後就讀教會的神學文憑課程 我們按照自己的計劃 讀完教會的神學文憑課程 應該可以做傳道人 因為我以前的教會 是這樣的規矩 是這樣的制度 可能早十幾二十年前的年代 其實讀完神學文憑 很多的傳道同工 都是神學文憑畢業 就做同工 我按照自己的計劃 我應該就是神學文憑畢業 之後就做傳道人 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 還有當時有個牧師叫Jason Ma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否在美國 進來香港一段時間 二十三歲就按納牧師了 我又跟自己說 不知道可否二十三歲按納牧師呢 我自己也有在想這個問題 那就不要管 你當然是繼續努力讀神學 在教會好中心事奉 基本上教會開的所有裝備 我告訴你 開一個 我就報一個 那些初訊班 我報 以前教會小組系列裡面 有一個叫做新移民手冊 然後我心想 我都不是新移民 為何要上新移民手冊這些課程呢 但我不知道 不理他了 照報這樣 後來才知道 新移民手冊原來是由熟世搬去熟天的 那個叫做新移民 那些名字 嚇死人了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為了做傳道人這個目標 新移民手冊有些不開心 是否覺得我大陸來的呢 是否覺得我移民 但我不是 報不報好呢 不理得報 組長訓練我報 溝通訓練我報 聖靈恩賜訓練又報 趕鬼訓練又報 什麼 總之教會講得出的訓練 全部報了 很開心的 很搞笑的 很悶的 我全部報了 就是為了這個目標 剛剛師兄弟兄姊妹 為了自己的目標努力 是正確的 按著常理 畢業還不做傳道人 教會這個時候搞了一個 叫福音幹事 從來都沒聽過福音幹事 究竟我做福音還是幹事 我當時也不明白 當時我年輕 對不起 我年輕 所以我當時也很挑釁性 究竟我做福音工作還是幹事 幹事 大家要明白 做幹事行政幹事 是有時間的 我朝九晚五 在辦公室工作 但福音幹事不同 福音幹事是要做福音工作 是要愛出的 我坐不到辦公室 這件事是會精神分裂的 你知道嗎 當時我帶著這種情緒 好 為了異仗 我堅持 我做福音幹事 如是者一早做了很多年 完全做一做 做到人不知做什麼 只是帶祖 港道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港道只是帶敬拜 只是帶小祖 完全不知道傳道人要做什麼 完全沒有 做到一個階段 人很迷失 不知道要做什麼 究竟是否要做牧者 最終 在一次會議中 我就跟牧師說 我決定我不做牧者 這是很有理由的 理由是什麼 我決定幫教會搞事工 搞事工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事工 都很混亂 都會混亂七八糟 你知事工 很多人會去籌備 沒有人會去統籌 不行 我來做 說真的 做事工是否較容易 做人的工作 做事工 只是做好兩件事 合理和合法 做事工是合理和合法 但做人不是 又要合情又要合理又要合法 是不是很难做 做牧者想给点掌声 做牧者是很重要的 合情合理合法 我不是只对那件事的规矩 我还要有情在里面 但做事工不用 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不合理不合法就不做 不用谈的 不用讲其他东西 做事工很容易做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享受做事工 因为全部来的东西 我只要一句 不可以不批准 全部都反过来 是不是很帅 好过做牧者 做牧者不是的 牧师你这样说不对 传道人 我觉得你这样很骗受 还要反过来 是不是很辛苦 我当时真的觉得 做事工真是神带领我 在这一刻我完全打烧了读神学的念头 读神学第二个念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读完神学文贫毕业之后 神其实叫我读神学学士 不过我跟神说神学我不读了 我不做牧者了 我现在读音乐 我现在要读管理 始终在教会读的文贫 都不是很认可的 我要拿一些 认受性高一点的 走出去都可以大声说话 我当时很年轻 二十多岁 所以说些话 是很无礼貌的 大家见谅 但我为了让大家 活生生感受一下 我当时的感受 所以我唯有无礼貌 一次给大家看 不要介意 不过我事就走了 那怎么办 读音乐的过程 欠债累累 因为读音乐的课程很贵 没有人支持的,家人是没有支持的 是要自己借钱读书的 读完课程一个又一个 读完之后差到一身寨 我突然觉得,神啊 玩什么呢? 如果神祝福你,不会弄成这样 选手烂脚,2009年 大概是这些时间 神最后感动我 你想想我最开始跟你讲的东西 你想想最开始我给你看的图画 你要做牧者 那句经文很记得的 一百只羊 有九十九 耶稣基督撇下那九十九 就是要找那一只 好牧人,为羊写明 就是这段经文 我哭了很久,我跟神讲神学悔改 我要回去做牧者 于是2010年 我就踏入神教神学院 去开始读神学 读神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我教会的观念 其实也不一定要读神学院 甚至会觉得 神教神学院,对不起 读老师,不好意思 他们觉得,也不是我 他们觉得神教神学院不好 当时很混乱 就劝我读其他 之后呢,我通常 都会听耳朵院 我是年轻人 他们给一些意见 但我看完所有神学院 我和神祈祷 我最后一看着神教的课程 我和神说,神啊 我感觉到是这个 于是我就胆躁 就和牧师说 牧师,不是啊 你说不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 于是牧师就跟我说 是啊,既然是这样 我和你一起读吧 最后呢,我牧师和我一起读神学 给耶稣一声,好吗 不要说我牧师是谁 大家都知道的 不要说,不要说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 弟兄姊妹 这个过程是否高高低低 又好像做又好像不做 又好像做又好像不做 我再说一个见证就是 我读神学的过程里面 我和神说,神啊 你感动我的 所以你要帮我付钱 我真的一元都没有 因为我读音 我那里已经拿了很多钱 我不能够再负债 否则我搞不定 我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 不行的 我读神学的七年半里面 因为我兼职读 我没拿过一元出来交学费 所有的都是上帝供应的 给我们厉害的厉害的掌声 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 由2016年开始 当时教会对我的肯定 决定由当时开始 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 到2018年毕业成为传道人 神给我一个更大的意象 就是要出去 他说 我磨练你救了 我要给你更大的工场 你要去那个地方 去成为牧者 所以于是 我就去了屯门新生命堂 去到带领教会 弟姐妹 一步一步的引证 好像 读完文贫 要做牧者 又不是 然后走回头 跌了去一个 没有呼召的人生 只是做一些认为对的事 到神感动你 要做 到中间的过程 你仍然会挣扎的经济 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 神就给你钱 做一做一做 然后你会发觉 咦 好像做了这么久 还是呼叹干事 但是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神又提升你 要去做传道人 到你毕业 到今天去牧会 信心 是可以自己计划的 弟兄姐妹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 在迂回曲子的里面 我们要学会 调整自己的想法 继续 顺服 和顺靠 我要总结了 请敬拜队都和我准备 阿伯拉罕有大的信心 但是 其实他都需要等候 《创世记》十七章 十七到十九节 阿伯拉罕就 《念福于地泄少》 《心里想》 一百岁的人 还能有孩子吗 《创世记》十九岁了 还能生育吗 阿伯拉罕对神说 《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接着那句说话 神说 我们一起读十九节 预备一二三 神说 《不你妻子》 《创世记》 《必为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建立我的药》 《成为他后裔永远的药》 当你以为一切一切都准备好 神又再一次告诉你 不是 你所生的 你和撒拉生的 才计算 神啊 你一早说 说什么 其实神说了 我们听不到 不要紧 神一直让我们的生命 继续一步一步一步 去到推进 阿伯拉罕真的原本以为是罗德 原本以为是以利以借 原本以为是以实玛利 但走到这一步 六十多岁都生不了 怎么会到九十多岁才能生呢 神啊 阿伯拉罕我想他这一刻 其实他还未教清楚 但这十多二十年来 在我们与神的争拗 与神的经历 挣扎里面 他慢慢学会一件事 他的回应 就是信服 按着他的理解 和他的能力 一步一步去做 回到今天的讲题 弟兄姊妹 我们与阿伯拉罕的距离有多远 我想跟你说 我们不远 阿伯拉罕那种不是 跳跃式的信心 一下就做到 他一样会经历什么 他一样会按着常理去做 他一样会用他自己的计划去安排 但我们唯一跟他的距离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信服 是否一路自己按着自己的常理计划 一路走到尾就以为对 用自己的方法做完 就说是神的恩典 还是我们一路走 一路看看神的工作 我们的心有没有信服 信心不是要我们完全失去自己 不是要我们 大信心我们走了 就什么都不管 反而是要在各样的挑战和振扎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尋找答案和方向 信心是一个历程 帮助我们要在危难里面站稳 这个信心不一定是大信心 有时是 但是有时 有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经过操练 一步一步跃进的信心 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面面对真实的挑战 而站立得稳 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 我们承认有困难有挑战 我们在每件事里面 我们都可以求神去引领我们的脚步 究竟是什么才对 我们去调整自己的想法和信念 最终好像阿伯拉罕那样 盼望到一百岁 他所生的应许之子诞生 让我们一起起立 请敬拜托带我们先唱这首歌 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去祈祷 周・敬拜托带我们先 心事我宣家座 神之主一章权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我崩了我的路 祝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请在主的自已 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再次由头的宣告 这首语的诗歌 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让往事讲 心事我宣家座 神之主一章权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我崩了我的路 祝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请在主的自已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他家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我共同我的路 祝平安在我心 我让我靠着他家强 比我力量你 如果你今天很憂慮明天 你覺得你常常都是一個憂慮明天的人 你不確定神是否要恕福你 就算你從牧者身上 你從弟兄姊妹身上 甚至乎你親身經歷過很多次神的恩典 但你仍然會常常為自己明天去憂慮 我鼓勵你來到台前 我很想為你祈禱 因為當你來到台前 牧師為你祈禱 我為你按手祈禱的時候 神要親自很肯定地告訴你 你可以不需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我會與你同在一步一步的裡面 我會推進你 我會帶領你經歷那個信心 你需要順福 如果是你的話 請你來到台前 我想為你祈禱 你常常為明天憂慮 我想為你祈禱 你覺得你的信心經歷動搖 你需要聖靈去調整你的內心 去看到神的恩典 你需要在神的裡面 去給環境的塑造 在神的恩典裡面 帶你誇盛的力量 同樣地來到台前 當敬拜隊 繼續帶領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 這首歌不是去迎接大家 不是去歡送大家 這首歌是當我們一起唱的時候 是帶出一個信心的宣告 藉著聖靈的幫助 我們這樣去祈禱 可不可以請敬拜 再帶我們唱這首歌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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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電影姊妹 我們裡面的電影姊妹 一起敬拜 我們一起去祈禱 Hallelujah Hallelujah 宣伍 我看著大家給我立方的 你 半時都能做 我供了我的名 祝名安在我心 我考著大家給我立方的 你 半時都能做 我信在主的跡地 我半時都能做 我半時都能做 我考著大家給我立方的 凡事都能做 我疯了我的屋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他家里 我力量地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他家里 我力量地 凡事都能做 我疯了我的屋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他家里 我力量地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心是为主看天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 凡事都能做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凡事都能做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我凡事都能做 心是为主看天 依然改往心中 我凡事都能改往心ông 凡事都能做 我心在书临着你 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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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和你 只因而在我心中 靠近了照顾你的天 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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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今在七零領子裡 空白世 空白佔 我等著在地上 無憂 凡事多難聰 風暗地 從天安在我心 我等著在地上 無憂地 凡事多難聰 心在主人間裡 凡事多難聰 風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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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没出来 但是你也有你的需要 在这个时候我要祝福你 你要用信心来灵扫 作为牧者 常常听我们的祈祷 虽然想听每一个信徒的祈祷 但是我们做牧者的 是为你的灵魂敬盛 我要为你祈祷 为你的生活祈祷 我们作为牧者 就要拿着神给我们的权柄 你为我们的灵魂 为上帝交托给我们的灵魂 祈祷祝福 在这个时候你用信心来灵扫 主要我放耶稣基督的名 借助你给我权柄作为你的仆人 在这个时候我放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捆绑 杀特魔鬼一起的攻击 离开我们身生命团的大兄姐妹 主啊 一切魔鬼攻击 那些消极的思想 那些不可能 那些重大是不行的 是要靠自己才行的 自己都不行就一定死得的 这样的思想离开我们 我们捆绑一起消极的思想 那些有毒的思想 那些放弃的思想 那些不信的思想离开我们的大兄姐妹 我奉耶稣的名 你要释放 释放平安 释放医治 释放你的喜乐 释放我的信心 在他里面 继续信靠你 在每一天里面 慢慢地看到上帝你是真的 神迹一件一件的发生 主啊 当我们没看到神迹的时候 我们在等候的时候 叫我们不要灰心 叫我们盼望 在前面就只看到 就好像似乎一样 到九十岁都可以生到子 当上帝你的时间到的时候 月日子满足的时候 当时机来的时候 神迹就会发生 主啊 信心就是未看到 但是我们已经相信 哦 结果就是看到我们所信的 发生在我们生命一边 祝福我们大兄姐妹手中所做 主啊 好像你的说话所说的 哦 我们手中所做 求你坚定 求你坚定我们手中所做的 神啊 你赐福我们大兄姐妹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 求主给我们能够在这个混乱当中 跟人的时刻里面 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经历到上帝你的真实 和你的公平 放耶稣给你命祈祷 阿们 美主鼓掌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大平均的神会 大兄姐妹听错 好 给大家沟通一下 我们还有时间 给大家沟通一下 认识一下大兄姐妹 不要这么快走 给大家聊聊天 神之不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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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